中国逼迫各国航空公司将官网台湾改成中国台湾或台湾中国 美国为此要求与中国谈判却遭到拒绝 根据路透28日报道 美国政府认为这不只是单纯的航空合作问题 而是升级成为外交政策问题 因此美国国务院5月间曾发外交文件给中国外交部 建议在6月25日会谈却遭中国拒绝 白空周三召开工作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将如何因应 美国如此积极想要磋商 就是因为各航空公司要是不改的话 业务可能将大受影响 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应当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遵守中国的法律 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我想这是他们在这经营的最基本的遵循 去年底中国就曾说对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 中国会更改经营许可 因此许多非美国航空公司如加拿大航空和山航空和英国航空都已经更名 但达美航空和美国联航等数家美国公司并没有理会中国 美国航空6月初更表态不会更改网站上的台湾名称 将遵从美国政府的指示 中国原本限定5月25日前更改 之后又延到7月25日 我们台湾跟相关的被打压的国际企业其实同样都是受害者 台湾呼吁各国别屈服于中国压力 美国企业能不能撑下去不晓得 但这起事件让已有贸易争端的美中关系更加紧张 国际中心做法卫电报导